觀眾朋友大家早 我們愛開始講說愛是什麼 愛自己那個不叫愛那個叫慾 只有顧慮自己的需要 愛東西那個不叫愛 那個叫做貪 愛是要愛一個有主體的對象 我們可以愛上帝我們可以愛人 我們不可以愛東西 那個照定義來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我們講到說愛最終的目標 是大家都不一樣的當中怎麼求著那個和諧 那個叫做和諧 那是愛最終的目的 那母親節我們講到愛其實很痛 對不對 愛就是會有痛苦 你愛一個人 你就要因為他會掉眼淚 受很多的苦 那今天我們要講說 要達到那樣的目的 我們從哪裡開始 基礎 愛的基礎 愛的基礎是尊重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開始講 Love and respect 尊重 或是敬重 我們的中文和尾本聲音是講敬重 那敬重是所有愛的基礎 就是最開始 如果這一點做不到 你不要講愛 那什麼叫做尊重 什麼叫做尊重一個人 什麼叫敬重一個人呢 好 我這裡引用一句話 這是美國一個政治家他講的話 他說 愛在彼此敬重跟接納差異中開花 英文來講就是說 When men and women are able to respect and accept their differences Then love has a chance to blossom 愛要成長要開花結果 有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就是因為我們有不同 男的跟女的有不同 每一個爸爸跟孩子也有不同 很多不同 在不同當中怎麼樣去尊重 去敬重 去接納 這個不同 怎麼處理這個 那個是愛的開始 那個是愛的開始 這是John Gary 對他講的話 好 那我們常常鼓勵弟兄姊妹要背聖經 一個禮拜至少背一節 那今天我們有兩節給大家 那因為呢 男的背 男的那一節 女的背 女的那一節 那這個是弟兄 那我把它縮短 弟兄我們一起來念這個好了 弟兄我們一起來念 這個是金句 來 西子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他 這是彼得前書三章七節 妻子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他 那姊妹 現在輪到姊妹 姊妹也有一節 姊妹說來 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這個在以乎所書五章三十三節 有沒有注意到 他記在不同的地方 一個是彼得前書 一個是以乎所書 那相同的是都用同一個字 都是用敬重 那以乎所書有提到 丈夫當愛妻子 那妻子當敬重丈夫 所以有人就大作文章說 丈夫不必敬重妻子 她愛妻子就好 那妻子不必愛丈夫 她敬重她的丈夫就好 有很多牧師就是在那邊做文章 我個人覺得不是這樣 因為彼得前書講得很清楚 說丈夫要敬重妻子 所以這個敬重有關愛 我覺得是互相的 不是單行道 不是單行道 好 那我們看一個人 你怎麼看重他呢 你說敬重 那個重 你怎麼看他的價值 你怎麼判斷這個人有價值 那我們從聖經看到有三種評估人的價值 那這個人呢 有什麼尊貴有什麼價值 那詩篇八篇四節五節那裡這樣講 人算什麼 你盡顧念他 還有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人有尊貴有榮耀嗎 真的嗎 那聖經裡面我們看到 人被看著有價值有幾種看法 第一種是最可憐的 因為他可以賣 可以出賣的價值 那約瑟被他的哥哥丟在坑裡面 後來有一些生意人經過那邊 他的哥哥想一想 讓他在那邊餓食沒有賺到什麼 把他撈起來賣 還可以賣一些錢 那這個約瑟的價值 因為他年輕力壯 可以做奴隸 可以當東西把他賣掉 那這是米店的商人從那裡經過 約瑟的哥哥就把他從坑裡拉起來 賣多少錢 24顆了 20塊錢 就把約瑟賣了 那這是在約瑟的哥哥當中 約瑟的價值 那個價值不是價值 那個叫價格拉 那講這樣的話的人 是英國一個哲學家 那個哲學家他是很現實 他說世界上的人都是互相利用 你不要講說什麼我愛你 你要有騙人的 我利用你你利用我 利用什麼 利用可以利用的地方 那你怎麼利用他 你要給他代價 你給他多少錢 他就幫你做事 所以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當你們在孩子決定要挑哪一顆 或是剛才做哪一行的時候 你用什麼做你的判斷 來鼓勵你的孩子 不要挑那一顆 要挑這一顆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把孩子賣了 想一想喔 真的想一想 在你自己念畢業以後 你念了醫學院畢業 你決定要去這個醫院 還是那個醫院 要走哪一行的時候 你對你自己 你用什麼來決定你要走哪一行 你問是不是像約瑟一樣 都哪一個錢多 我就賣了 我就到那裡去 那這樣的話 對你來講 人的價值 其實就是可以換成金錢來計算 那個是價格化 知道嗎 那這是 Thomas Hobbes 他說可以利用 人的價值就是可以利用 所以那個不叫價值 那個叫價格 不是value 變成price 變成price 很可憐啊 一個人的尊嚴 可以換成錢算了 這個人 王永慶 我們很尊敬他 因為賺很多錢 台灣人是這樣嗎 用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嗎 賺多少錢 擁有多少錢 那這樣的話 就跟約瑟的哥哥一樣 把一個人的價值呢 價格化 這個應該不是最好的 把人的看法 就是人當作一個工具 我可以用 我就用 不能用就把他丟掉 那有一個人呢 他認為不是這樣 他說人的價值啊 人的尊貴 不在用不用 在於他裡面的東西 裡面什麼東西 裡面的修養 台灣有一句話叫做人價值 你聽過這句話嗎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人格 我們尊敬他 我們尊敬他 不是因為他很會賺錢 他做人做得很棒 比如說 實際 比如說 Mother Teresa 這些人從心裡面就看到他 就覺得很佩服他 因為他的道德很好 那講這句話的人呢 聖經裡面提到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那個人呢 叫加瑪烈 那本來呢 使徒 他們出來傳福音的時候 因為 引起地方的騷擾 所以呢 人家把他抓去 然後抓去法院裡面 要判他 判他罪 那些使徒 那些使徒就說 欸 你們把他定死的那個耶穌已經復活了 哇 這些人就很生氣 就整個好像暴動 就當場要把他們斃了 結果有一個很有修養的人站起來講話 他說 且慢且慢 不要衝動 因為他們講的是說 耶穌復活了 你要小心啦 講這種話的人 這個不是第一次 以前有某某人 一個叫德丟的 他起來講了 幾百個人跟他 可是後來他死掉 他跟他的人就散掉了 後來還有一個人也是這樣起來 都散掉了 所以呢 我們還不能確定 耶穌有沒有復活之前 比較好的是不理他 因為如果他是假的 自己會消聲匿跡 萬一是真的 你把他殺死你就完蛋 你就侵犯到上帝 所以最好的方法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加碼類的建議 就是你不清楚的東西 你最好就不去碰他 這個父母能不能學到這一個 小孩子很多東西 比如說電腦 你還搞不懂的時候 不要先罵 對不對 你還搞不懂他是什麼 你先了解 不要動不動 就先給他說 這個不對 這個該死 這個是加碼類的一個建議 為什麼他講這句話 大家都聽他的 因為他是德高望重 他是得到百姓的印狀 他的人品很好 他在耶穌被審判的時候 他也講話 他講一句話 我們叫一言九鼎 一講出來 大家就服了他 不是因為他很會賺錢 因為他的人品 被大家尊敬 那講這句話的人 是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說 一個人的尊貴 所以 不在乎擁有多少東西 在乎他有多少品格 所以他是 強調是美德 一個人的美德 成為人家尊敬他的主要的憑據 是這個人的做人 好 那麼 聖經還有一個地方講說 如果說是美德的話 那麼那個 壞蛋 那個沒有美德的 我們是不是就瞧不起他 因為 他不好 又說謊什麼 亂七八糟 他根本沒有一個 知道我們尊敬的 是這樣子嗎 有一個叫康德 他說不是 每一個人 不管他的道德多好 他只要是一個人 你就要尊敬他 那個叫做 人性的尊嚴 你聽過這句話嗎 我們說 我們現在強調人權 那個人權 不在乎他是好人或壞人 包括他是犯罪的人 被判罪的人 你還要尊敬他是一個人 那講這種說謊 在聖經裡面 使徒行傳二章十五節 他說 他們是非之心同做見證 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 或以為非 就是人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他希望好不好沒有關係 可是他會想說 這樣做好不好 這樣做對不對 這個我們叫做道德心 每一個人都有 好人也有 壞人也有 有這種理性判定的 由於這樣子 因為你有你的判定 我有的判定 我們就產生差異 知道嗎 有人認得這樣好 有人認得那樣好 那康德說 因為人有這樣判定 因為動物沒有這樣判定 沒有說 對不對是非善惡 人有這個想法 有的人判定的跟你判定的不一樣 倒是真的 但是他有他的判定 你聽過一句話叫道義有道嗎 壞人有他的原則 他不是沒有原則 他說只要他有這樣的想法 他就值得你尊敬他 那個尊敬是因為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康德強調是理性抉擇 理性抉擇 所以他叫Dignity 這個就要提出來 不是Virtue 不是美德 他說這是尊嚴 人的尊嚴 再壞的壞人也有他的尊嚴 你必須要尊敬他的尊嚴 這是所有愛的基礎 我說的那個敬重 我講的是指這一個 最後這一個 那怎麼敬重一個人呢 Respect 他的Dignity 他的尊嚴 你對一個人你敬重他 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有什麼態度嗎 有一些基本的反應 你看得出來 第一個 你眼睛會看他 你耳朵會聽他 你看不起一個人就是說 不管他 他講什麼你就被嗨 或是你就有聽沒有到 眼睛好像有看沒有見 那他就明擺知道說 你不尊重我 同意嗎 就是尊重一個人 你會注意他 會在乎他 這個叫專注 這個人很尊敬他 這個人很尊敬他 因為他們的眼睛你看得出來 你從眼神看得出來 我這裡要跟大家認罪 我們會去探訪你知道嗎 會去探訪 那我有一個壞習慣 我對電視很有興趣 那有一些家庭呢 就是我在探訪 孩子在旁邊還在看電視 你知道嗎 我的眼睛會飄 你知道怎麼飄嗎 因為我在跟弟兄姊妹在講話 可是那個實在很好 那個聲音實在是很棒 所以我在跟他講話 眼睛會看一下 看一下 可是不好意思看太久 我馬上又飄回來 我一個老婆很好 她沒有在看水 她看我的眼睛 然後探訪回來 她說你今天沒有尊重對方 我說為什麼 我看見你眼睛飄來飄去 你曉得在講什麼嗎 你在跟一個人講話 她眼睛不看眼睛飄來飄去 你就覺得 你沒有尊重我嘛 對不對 你把我當什麼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那個專注 你尊重一個人 你會attention 全神貫注 他講的話 他做的動作 你會在意說我想要了解 你在講什麼 我想多知道一點 是這樣的態度 那耶利米蘇29章是三節 上帝說 如果你專注 找我 你會找到我 所以你再一個人 你就會多認識他 你把他馬爾東風 根本不在乎 你就沒有辦法了解他 你也沒有辦法知道他有什麼優點 對不對 很多孩子到青少年的時候 對父母最大的傷害就是不甩你 對不對 他也沒有罵你也沒有怎麼樣 他就不甩你 所謂不甩你就是不管你 他把這個專注拿走 你跟他講話 他在眼睛看著你 可是好像把你看穿 看到你後面的某一個地方去的 你就知道他沒有在看你 不曉得看到哪裡去的 他說死魚肉你看過嗎 眼睛是在看你啊 但是焦點不對啊 那個就是專注的問題 好 不只會專注 會給對方一個空間 你尊敬一個人 這個空間有時候讓我覺得很難受 為什麼呢 因為會友對牧師都很尊重 所以任何場合都跟牧師保持距離 以前那個傳統的東方文化 那個老婆要走在老公後面幾尺有沒有 學生要走在老師後面 不敢踏踏踏踏影子 那個就是保持一個尊敬的距離 知道嗎 一個空間 另外時間 給你尊敬的人給他時間 就是不勉強他 不強迫他 給他時間去想 去做決定 那個是尊敬的第二個表現 就是給他 我叫做禮讓 因為他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他要自己判定 要自己決定的時候 你要給他足夠的時間跟空間來做這個決定 不是用很快很快 然後就把它弄掉 你知道最近在賣東西的人 有人利用這個 他不給你時間判定有沒有 他講話很快很快 馬上就叫你買 叫你做決定 你聰明的都你等一下 你先回去 我改天我再跟你說我要 那你要買這種 買一點時間 因為你沒有辦法那麼快 他講了一大堆裡面 或是字密密麻麻裡面 你沒有辦法做決定 很多人就忘掉這一點 所以當人家給你這樣的時候 或是那個信用卡 寫了一大堆密密麻麻 很重要的字印得很小對不對 不重要的是印得很大 你沒有好好的研究 你就上當了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判斷 所以一個人尊重一個人 應該給他叫禮讓 給他適當的時間跟空間 在雅各書 我最喜歡quote 他是男女之間表示愛情的 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不要驚動 不要叫醒等他 如果有一句話叫做真愛需要等待 你真的愛一個人 你要給他這個時間 讓他想一想我要不要愛你 我要不要接受你的愛 那個等 那個就是一個 英文叫deference E-E-F-E-R-E-N-C 叫deference 就是你願意 給你留一個空間 讓他 有這樣來做他決定的一個場合 一個機會 哇 這個小賊很貴重 因為他的眼皮都是鑽石 很多小鑽石 箱在他的眼皮 你看看這麼一個人呢 哇覺得他很貴啊 因為他帶的都是最貴的東西 很珍貴 所以你敬重一個人 你會給他看作寶貝一樣 英文叫appreciation 你不會輕看 我們剛才聖經有提到說 不要輕看 英文叫distance 你那個沒有用 你問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做父母的 什麼時候我們棄子女的時候 我們會用鄙視的那個口調 跟我們的子女講話 你那個有什麼用 沒有用 那你就不尊重他 一本的愛已經出了問題 你這個輕看他 他是寶貝的鑰匙啊 那我們那個老二在 在狗小的時候 買一大堆那個沒有用的漫畫 我說你買這個做什麼 他說我要投資啊 以後要賺 他說沒有看到賣一本 但是 但是你 他當作寶貝 啊你呢 你就啊那個算什麼 還是小孩子的玩具啊 你給我馬上丟掉 你生氣的時候 這個就是不尊重 你知道嗎 你說你愛他 但是基本上他沒有感覺 因為在這裡出了問題 你沒有把他的寶貝 你沒有把他當作寶貝 沒有敬重他 那雅各二章二節 就提到 這一個愛的人呢 他說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荊棘裡 你看 別的女人都是荊棘 只有我的那個人是百合花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比喻嗎 一堆刺當中只有那一朵花 哇哦 這個叫萬綠從中一點紅啊 你真的是把他看得最棒的 那他會覺得你愛他 因為你敬重他 知道嗎 你把他看得很寶貝 那看得很寶貝呢 放在心裡他就不知道 你要用唱的給他聽對不對 所以你看 一個人對一個人愛都唱情歌 你們想你怎麼樣啊 你好棒啊 要表現出來 你不表現出來 人家怎麼知道呢 所以要唱給他 你看他聽得這個樣子 但我不知道他是聽他唱 還是聽他耳機 這個我們再去研究 你要會讚美啊 不要愛在心裡什麼 口難開啦 很多男人就是這樣 我愛你啊 可是不會講 講不出來 所以這個愛都沒有被感受到 所以尊重有這麼一些基本的態度 你看他會唱這個歌 我的家我全然美麗 毫無瑕疵 沒有條阿祭 就是唱這一類的啦 好 聖經裡面 有一些教導 這個教導是今天師位幫我們唸的 就是因為 你愛對方 但是對方跟你不同 你對這個不同怎麼處理 很多時候夫妻這個出的大問題 我要證明我是對的 所以把關係搞砸了 就是要證明我是對的 那不在乎什麼 那保羅說不要這樣 那保羅講得很清楚喔 在教會裡面有人喜歡吃BBQ對不對 哇 吃得好師父 有人說不要不要 應該是吃羅順的好 對不對 教會裡面 有的吃婚 有的吃素 那吃素的不要罵吃婚的 那吃婚的不要笑吃素的 知道嗎 你那個怎麼只有吃菜 你信心太軟弱 我什麼都 哎呀你這個人糟糕 你應該是吃素 你不要殺生 不要什麼 有的我們不同的想法 有的為了健康 有的為了這個 大家對飲食有不同的看法 聖經那時候就出問題了 為了吃什麼大家炒成一團 對不對 老羅說不要這樣嘛 還有 有的人拜六 有的人拜日 你知道嗎 這個叫安息日會 我找到一張這個圖 基督教護領安息日會 我們隔壁也有一間 可是我在網路上找不到它的圖 它的圖應該很漂亮 就在我們隔壁而已 他們是禮拜六做禮拜 我們教會是禮拜日做禮拜 禮拜日做禮拜的不要罵禮拜六 說你們日子不對 禮拜六不要罵禮拜日 你知道嗎 為了這個問題 有很多神學家要引經巨人 證明禮拜日才對 耶穌已經復活了 不能用禮拜六 只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人家禮拜六禮拜 禮拜六禮拜有好處你知道嗎 我們禮拜日還買不到禮拜堂 就可以借他們禮拜堂禮拜 禮拜 現在台湖教會就是靠這樣在活的耶 所以你不要說一定要哪一天 我告訴你啊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教會在芝加跟那個教會 他禮拜幾禮拜知道嗎 禮拜三 為什麼禮拜三禮拜 禮拜天留給木道友做禮拜 教會不准 教會的會友禮拜天不准來教會做禮拜 整個禮拜天大禮拜堂好大 都給還沒有受洗的才可以來 他們為了傳福音的緣故 他們這樣做 所以保羅說不要計較哪一天哪一天啊 我們教會吃大概沒有 我沒有聽過說和平教會為了要吃菜還是吃蚊 大家吵架沒有聽過 禮拜天我們說禮拜天 但是我們會吵架 為什麼吵架呢 有的彈管風琴 有的彈電子琴 彈管風琴的就笑電子琴的不夠水準 電子琴的笑管風琴的太古板 你看我們不只電子琴的 我們還有吉他、貝斯 我們還有這個PowerPoint 你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教會引起吵架嗎 有 我們教會吵過嗎 有吵過 我對你對 後來沒有辦法說不要吵 一個人一談 你們喜歡管風琴就管風談 不喜歡管風琴的叫電子談 兩個都不喜歡叫菜帽談 就是這樣子 那教會還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也會吵架 怎麼吵架呢 看你講什麼話 我講台語講得很好 國語就講得不太好 說那個人講起來好像狗在叫 那就是我 因為他就是只會講台灣荒言 有的很厲害 他不只會講台灣荒言 他還會講天使荒言 你這幾乎沒有人聽懂 那會講這個的 就是說你這個很 給囉 你看你只會講台灣荒言 你看我講的是天使荒言 不會講的就是說 你那個胡胡說八道 你那個算什麼 教會現在還在吵嗎 還在吵 靈恩的教會跟沒有靈恩的教會 大家堅持我是對的是不對 還有這個不會講天使荒言的人 影經據點說這個已經沒有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 陳雪博士他的博士日文就是證明說 現在已經沒有荒言了 就算以前有現在也沒有了 要證明自己是對 沒有辦法互相接納 沒有辦法說 這個是大家不同 不需要不值得商感情 其實我們昨天是洗禮班 有一個姊妹就問我說 牧師你對講荒言的看法怎麼樣 他就是要了解 我們和平教會怎麼看呢 我說我知道還有 但是我知道我不會講 就是這樣 那所以會講的人 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教室 他們可以在那裡講 好 所以呢 保羅的建議 保羅很很很很清純 他說齁 你自己的看法你要有理由啊 不是 不是說 好啦講也對不講也對 所以通通對 那個叫做獲悉你 保羅沒有這樣建議喔 保羅說個人 你自己有一個看法 比如說我是要禮拜六 或是我禮拜天 或是我要管風琴 都沒有關係 你應該有背後的理由吧 你不會說莫名其妙 我就是這樣嘛 對 你的理由清楚 你要抓住你的理由 可是你不要做到一個程度說 跟我不同的都不對 你知道嗎 個人意見要堅定 但是對不同的你要接納 所以這兩個態度怎麼平衡 那是愛的起步 你有你的堅持 但是你不用你的堅持 絕對化 來排除其他人的堅持 你同意說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就是你堅定 但是可以接納 不要輕看 不要論斷 不要罵人就是啦 你不一樣就不一樣嘛 沒有關係啦 還有 你為什麼堅持 你的理由應該是兩個理由 一個理由是 我是為了主來堅持 他說吃的是為了主吃 不吃是為了主不吃 如果你們大家說是為了主的緣故 都沒有問題啦 但是大家解釋聖經不一樣 或是了解不一樣 所以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是基本上動機應該是一樣的 是為了主 而且為了這樣來感謝主 所以有存著感恩的心 為主來做的 那就可以啦 那要小心 你為主做 有的人 因為你就cross out就跌倒 這個小賊很可怕 他弄得很漂亮 看這個人 然後他的腳就伸出來 那這個人在看他的時候 一走過去 cross out就跌倒了 這個叫半島 你知道嗎 那 有一些 像吃不吃保羅有看法 保羅真的說其實吃比較對啦 但是他說要小心 如果有人說吃那個就是 犯罪 那你在他面前吃 你等於是讓他難過嘛 像說 你是覺得可以吃 但是你也可以不吃啊 你並沒有說 我不吃肉我會死掉 沒有這種人啊 對不對 那你就在家裡吃 你不要拿到他面前 欸你看我吃給你看 你不需要這樣刺激他嘛 你明明知道他很在意這個對不對 你就避一避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啊 這個叫尊重 你知道嗎 明明知道他不喜歡這個 你就不要在他面前 故意惹他嘛 這個一個很容易的 那 要追求公義跟和平 要追求和睦嘛 這個是要追求的 那另外呢 要建立德行 你怎麼做 你要讓大家呢 在愛心上面 在和睦上面 更進步的 那個就對了 而不是想法 哪一個想法 那個不重要 可是你怎麼表達 你的想法 你怎麼對不同的你的態度 怎麼樣彼此可以把德性建立起來 那 保羅有一個結論 他說上帝的國 我們來禮拜很在意上帝 上帝的國很在乎的是 不要欺負軟弱的 比較有的不要欺負沒有的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 這公義 這平等 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解釋 應該平等對待 就是不要有歧視 我們今天教會還有很多歧視 有的因為姓北歧視 有的因為姓相歧視 有的因為語言 因為種族被歧視 因為經濟能力不一樣被歧視 只要還有歧視 就沒有愛 上帝的國在乎的是 沒有歧視 大家都是上帝所造的子女 有這樣來平等互相尊重 還有呢 大家的差異呢 不要拿來吵架 不要用你的辦法去欺負對方 應該大家合作 不要有戰爭 所以這個世界 這個教會 只要還有大家火藥氣很重 相罵相打 那代表還沒有到上帝國的程度 上帝國是要公義 要和平 那這種情況下呢 聖靈在我們當中 你會享受到那種很大的喜樂 就是 大家都不一樣 大家都可以接納 英文叫enrich 就是我們的信仰會變得很豐富 我們用音樂來講 大家都像一個吊吊也很好聽 可是就一個吊 大家像不同吊 可是很和諧 那個更棒 好像管弦樂團 好像合唱一樣 那個不一樣 因為大家沒有互相排除 沒有我的聲音大 就把你壓下去 大家會互相去調整那個道義 我就是愛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合一 那個合一的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就從尊重開始 就可以達到那樣的合一 我們一起來禱告 為主 你告訴我們說 我們彼此要互相接納 上帝你在創造宇宙的時候 你創造的所有東西都不一樣 你不喜歡一樣 你創造各式各樣 每一片樹葉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因為是人 我們常常會以自己的樣子 為絕對 產生互相的排斥 互相的傷害 有上帝幫助我們 當我們在開始學習 這個愛的功課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最基本開始學習 就是尊重 就是接納互相的不一樣 我們能夠在對方看到上帝的容美 在對方看到上帝的形象 來尊重他 求主給我們這樣的學習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全部인 wish 還一點 去時 去了 吃 很危險 吃